小和美丽的萌衣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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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的两边都是优势路的一个双辅助宝大哥 宝大哥的这个节奏 那这个节奏的话 基本上这两个都是不会出现人头 我们来谈中路 第一波兵 这边的话是让357拿下了一击阵部一击反补 PF这边的话 这个朋友有机会拿下塔下的第一个阵部 也是不计一小时务 这边又是 这边是没有能够情况 是被PF他 闹地一下 357这边还是被脸的不上胸 PF当年的或者是一直打法 大家也是很熟悉的 就是一个很凶的一个这个线上的对拼 这边的话来到2-2 刚才357的时候又被连续的点了好几下 回去这个吃了一口吃素 这个也是个人的习惯问题 这个说王骑士忠 但如果打影魔出一个圆盾的话 前期这几个补刀会压得更凶一点 那这样的话 PF自然说一出来几个刀没有补的特别是 但是从第一波兵后面到第二波兵开始 这几个补刀也是回来了 这的话他现在的补刀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顺利 这波把这个兵拉过来 这边反而是兽王不太好 去去去去 去赌吧 这段时间 比如说 哎 我们看这边已经是有动向了 目测是在找机会要杀 中路357的兽王 这边的话连续 走位对兽王来说其实很伤啊 不停的被点 那的话第二个树也交掉 而这边隐魔是完整的一个补给 并且是拿下6-4的一个补刀 也就是说开局 毕竟是357这个来打中路啊 毕竟当年打这个4号被打的比较多嘛 所以 其实碰到这种情况还是 规律显虚一点 我们看这边两路都是有人在来 这个357再不走的话呢 这个补刀应该是交了 应该是交了 我们看这边加速服直接毒到 一下 两下 一魔补一炮 无疑给一个C 最后一下 是被这个 是被剧毒给拿下了衣血 那这样的话拿下衣血对于 以魔来说 并不是以魔打下 以魔帮助队友拿下衣血 来说这个中路的日子就开始给我变得舒服了 接下来的话 应该是皮的那边会非常的顺 然后这两个辅助的话也是非常的好 混到了经验 然后 这个 金钱 都不错 特别是上路的这个 剧毒啊 选择放单来杀一次 这个有点 非常贴近现在的一个套路 特别是之前 我们经常看到 岳峰在I7打这个三号位的时候 打上金 甚至是会买TP直接到中路 来杀人 杀完人之后 拿下衣血正好 回去买个鞋子 这个对于烈石鹿的英雄来说 能拿到一波经济是非常舒服的 当然也是跟英雄有关 像发条种英雄 他这个烈石鹿 能混到 他就不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毕竟 毕竟线上的这个 经济还是比较稳的 能用这种导弹 税当的补一个补一个 都是钱 对吧 你让这个 去Gank的话 不像这种有控制的 有减速的 发条种英雄 也是不太 GAS木拳中路拿到15缸8 现在是日子过的 还是比较的顺畅 比较的舒服的 比赛的话 也是当年 WGT的决赛 也是一号问顶 石冠王图中的这个比赛 只不过当年是打的 应该也是个BO5还是BO3 所以这场的胜负 嘿嘿 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只能告诉大家 这是其中的一场 我不告诉你是哪一场关 你就知道结果了 而且看这套阵容 其实双方都是有机会的 我们看这个位置 这个呆神非常聪明啊 直接是怒抢四分钟服 先给你一个锤子 然后把这个 回复给抢掉 而且这个位置 双方都在抢服 阿拉伯也是出了草鞋之后 来到这边 下路河道看一看 正好遇见了DTC 这也是一轮交火 现在呆的话看到上路基本上压力不大 而对面是一直在洞中 一直在往中路做想法 他也是选择来中路 蹲一蹲这个射王 但是对面的话是双人蹲 双人蹲中 双人找机会 无疑又是冲上来了 这位置呆还在等机会反先手 看一下这边是有想法 有动作 两炮是压住了 但是这边是想要反打吗 第三炮没有能够压成功 这炮其实不A进一下的话 这炮还好 我们看这边 非常远距离的DTC放了一个C 那这样的话 哎 好像毒死了 那他应该是出了一个树好像 好像还有点D毒死 这一次的话 呆的一个帮助 还是避免了 3-57的阵亡 但是中路现在已经是彻底沦陷 落入屁城手中 我们再来看双方大哥的这个补刀情况 目前Burling在上路拿下16-15的补刀 已经夹腿加上接近圣殿 而下路的话 已经是夹腿加圣殿了 做成32-10的补刀 巴老板在下路4-0 等级三级 还是等级的话就很不错的 因为八条这个英雄的话 前期更依赖自己的技能 而不是装备 由于等级高的话 会比较的有优势 只不过3-57这边 兽王在中路 空有等级啊 但是经济确实 分布比较多 待会来看看啊 他们能通过中期的这个干客 来带动这个节奏 不然的话相对来说 还是会比较伤一点 有个好处嘛 也是帝神的这个影魔 更多的是偏发育型的 毕竟他是队里的这个 真正的一个物理 所以的话他偏发育型 带节奏的这个时间点 会脱厚一些 所以的话我们看这个位置 是待空了一个加速服 上来对着 这边一顿乱 乱K 对着这个剧毒 就会一个锤子收掉 这边的话他其实也不敢往上走 虽然是有TP上来支援 DTC来了 但是他一看 诶 是会打了 会打了两炮吗 好像是 但他往上路一看啊 其实这边 因为是双方都是 诶 这是 这 这 啊 直接是先查了这个眼 我以为是双方都有眼 不过刚才在打前这个位置 也是已经看到 一后我们的这个人 已经是冲上来了 所以他们并不敢动 他并不敢往上走 这边双方是提前吼住 利用小数减速 后面使勤鼓一个锤 吼住 但是无疑反先手的 这个C也是给上来 左座也是给上去 这样的话 两个人 这次中路的刚才又是未能够成功 少了一个Lina的技能 没有说少了Lina两个技能 TB二连 比赛进行到7分钟左右的时间 双方不断的在中路找机会 现在双方大割位是基本上平了 哎下路这个要杀 哎呦 老老这边有点稍微有点点大意 被火树上的 被火树上龙和7级啊 4级币的突发还是有点吓人啊 好中路的话现在Lina是开始也是选择放掉上路给帮你打钱了 其实他刚才这个野拉的还是不错 但是由于剧毒动得非常非常早 其实Lina的话 早可以来来这个中路了 现在的话最大的优势就是他在上路拉野 等级比较高 等级高出了剧毒5块 看现在已经是一个小两级的一个优势 单神的话动得多 包括有一个这个单杀 现在的话也是动能比较高 结果以为八六晚并没有到六 所以的话下路这一次应该是难有机会了 就还是被拿掉 就这两个人想要对这头下路的三人有钱想把这个大弹 中神打的也是不要奔放 因为有队友在背后蹲 问题不大 守王现在开始空起了服 坐起了游走 但是PACE的话依旧是 依旧是按自己的习惯 会在特定的时间 如果现场没人 或者是觉得对面 可能这个时候对他有想法 我就去收一包小野 这个位置 守王直接好大 Lina能不能接到 远距离的一个T接到 我陪我守王的斧子二连 但是你这个技能都交完了 小猪并没有能够粘住 这个有点亏 这个有点亏 还把这个小猪送掉了 然后下路的话 八二晚又是再次的被私人抱团给带走 结果应该说 由于阵容方面的这个差异 以及使用者方面的差异 毕竟三五七的这个 射王中单不能跟常见中单的P上 再加上 由于这边前期打了一个 周神主发育 然后主推进了这样一个套路 所以的话 有这个也是在请你说 哎 这边 出手了 锤柱 从斧子呢 直接是有一个Lina赶过来 在TDR里来收掉的 这个三五七的射王打的 并不是特别果断 这样的话 周神直接回去把梅肯做出来了 那接下来的话 应该会 变成一个周带私人打架 或让P神发育的这样一个套路 这是周神作为三大C当中 风格特别泄命的一点 他非常的愿意牺牲自己的 这个 这个这个中期的一个发育时间 然后愿意去打一些中期可以打架的C 就好比他打雪人的时候 其实也经常这么打 哎 这个位置 巴老板去勾住 想要上来报仇 看到戴也是非常果断的上来 想先打这个蛇棒 但是对面的质量来得非常的快 巴老板直接倒地 这个位置 这个棒子一直弹 也是让人非常的恶心 再次留住戴神 这边的话 八戴一起倒地 巴老板和戴神一起倒地 我这段时间 Burling也是稳稳地在发育当中 我们来看一眼Burling的经济 三百多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shopping了 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是极限法球 假装魔棒 买出来 十一分钟的时间 双方果然是风格异常的鲜明 一个是打架四宝一 然后Burling的风格 会刷得更加的稳一些 当特定的装备出好之后 找机会过来给你打 这边的话 周神也是风格特别的鲜明 这样自己的这个打架能力比较强 前期选了 选了这个 无法将的一个英雄 直接是配合队友 一边推一边打 下回有十一场的明显 不过这边 这次的经济倒是 好像啊 终于是买了 水龙魔力量之法 这样的话 强不然的话 你说仅比 这边少了不到二十个刀 然后经济感觉 差了不少 这次似乎又是对 P神有奖板 经济P神发育太好 所以的话 中期也是被连续的针对 这个时候 其实很清楚 想要阻拦古法 和其他三人抱团的这样一个 推进难度会比较大 但是这次 无数中并没有去 这个本大的并没有去 如果没去 这个 其实推进效率会打一定的折扣的 如果有剧毒在的话 你就算是有意义轻掉 对面的兵 他还是有机会能够利用石棒 和兵石棒去耗取他 但如果你剧毒不在的话 那清兵清掉就可以了 只不光活你一个肯定不会 这个 必须得和你家圣王两个 当时这边应该是 圣王和死门两个人还想配合抓一下上路的 你摩 这个位置 还是出手了 这个伤害不够啊 直接TP 这又是交了两个技能没杀到人 有点亏 这取消了 这张TP居然取消了 那这不是卖币什么 是谁啊 绿色的 是周神 周神刚才想了想我还是拿塔吧 那这样的话 双方都是继续的贯彻自己的 战术 战术意图 继续执行下去 这边的话是斯人宝 本领肥 行红这边 而威这边的话 可能是 能周神带齐节奏就是推 一个斯就是推 倒塔倒塔要倒塔 这个拉两波 怎么小怪情况呢 威力做大的 看来这波收眼谷 对于剧毒的经济性能也是不错 这个的话 刚才 一个假腿之外 又是 再添了 斗铜 我等级 确实 有点低 刚才虽然打了一波 但是 你看还是只有位置 而且剧毒这种英雄 其实 也是 技能都很好用 所以的话 其实 挺吃等级的 相对来说 他其实 虽然也脆吧 就是装备 有一些就OK了 还是等级要高一些 所以就又是把伏流给大哥 带路 也挺有点 就会让他成熟 人们将军伏流给ront 上期也是 绿盾兽王更多的 一个像个三四号位 也很可怕 所有的熟王记得都在本里身上 因为 其他人基本上都不怎么样 都一般般 变成这种常年挂击流 这个位置 应该是 挂了一下 好 可以继续选择五人抱团 一会我们这边 一会我们这边继续放推 然后下路是 少王配合和女拿了一个塔 使人继续的回到中路 这边马上即将林肯 放推 现在还有两座外塔 不过这波 这波看来是中二 两张停滴下来 中路这个塔 看来是要的 给我们一清一下 这个塔不好拿 现在要去两路兵线压塔 对我们来说已经选择手中了 那下路这波呢 我好在这几个人还非常聪明 周成这边带领的两位队友 是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 我暂时先不先在线上 看机会 这边果然是抓到了 单神的机会 直接秒掉 继续完成 Cureless Spray 然后 来 我再TP下路 这个是 已知取消了 这样的话 PACE赶紧的把线往中路带 下路的话 等于是 两塔 两塔加一人头 换了 这一路其实换的 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至少缓解了 一开始这一路就被推掉的一个压力 然后 接下来这两个塔 我觉得 随着这两个塔推下来 这个的话也连肯了 然后 这几人的话 应该会适当的开始考虑 防守一下 虽然这个上塔 可能是守下来了 也没反到 但是中路这个塔 应该是不会再轻易放 并且这个塔是有战略意义的 特别是有水人重存在的时候 这个中路塔的战略意义特别高 Row3无论是攻还是水 特别好拿 比如说 要拿肉杉的时候 你可以水人带一路线 特别是下路 这种已经把塔拔掉的线 很快就可以推到这边 你有人防守的话 那你就是人不齐 特别是如果你TP防守 那大好时机 直接水人 如果有复制体的话 一转转来这个靠近的位置 直接冲过来就可以打肉杉 然后防守的话也是一样 水人同样的时代 先带到这边 银路带 然后等你想要打的时候 水人再过去 队友的话 想要支援的话 也是可以利用这个二塔 这速度就非常快了 所以中二塔 相对来说 在职业能队的 这个是天灾方的 职业能队眼中 战略意义会很高 Kiss对面还是稳稳的 在17分钟 拿出了甲腿加上BKB 不过还是那句话 P神的影模是偏发育型的影子 所以的话 他并不会在前期 过多的去 跟团打架 我们看这边 这个勾子就算没勾到 巴老板这个勾子 勾得有点过于直接了 但是上来的匡神 我们狂住两个 琳娜的话 也是毫不做做 大招直接先秒掉对面的巫医 然后影模开始吸引过来 这边周神 是稍微的吓退了一下 对面呆神 但是随即被 帮你收割 这边两个力量型英雄 还是逃得比较快 周神在等下一个W收 这边 好的 收掉了国书霜 这个影模你现在就有点虚了 毕竟自己这边 已经是阵王树人 小猪拉上来 捡一个吗 死闻再垂一下 但是有下一张TP 这时候有PKB 还是不错的 无一冲上来 那这样的话 这边应该也是放弃了 毕竟 魔女这个英雄刚才 一轮秒 一轮秒这个无一 是把自己也秒伤了 好 老师受亡 这边的话 Burling 也是继续的 在做分身斧 在专会的选择方面 为什么Burling这边 选择了林肯呢 也正是因为 MV这边 真正的 没有团控 真正印象的团控是没有的 他们只能一号比较弱的 一个这个VS的 点控来留 真正的留住 无一种 靠人品 VS的这个技能的话 又是 可以被林肯掉的 甚至是 我们知道 在有这种法系盒 法系盒会出 会考虑 在中后期出这个 羊刀的时候 这个林肯的 站立力也是非常大的 好 Burling在 20分钟时间 148的补刀 3-0的数据 已经是林肯 夹夹夹夹夹叶叉了 来看一下周 周这边的话 有一个金气球 有一个斗篷 还是这个打架装 这个金气球 并不是说 他一定要吹一招 而是因为 他要先撑血了 和蓝的上限 这样的话 打架的优势更大一些 不过这段时间 Peace的隐磨出了BKB之后 倒是 持续的在跟团 这也是应该是 队伍整体打法上的 做了一个变化 反倒是 以后我们这边 继续的贯彻自己 大哥肥就行 四人小弟抱团 拖延 大哥直接 碰碰带剑 碰碰打钱 这个装二塔 很关键 很关键 现在再等 最后一个剧毒来 剧毒也是 给自己补了一个 性价比最高的 这个 套路 我等级还是低了一点 才八级 20分钟八级 跟VS等级一样 跟VS51的等级一样 会低了一些 这个时候他如果有 11级的话 这个塔 就会拿到 非常的主动 他算是可以直接创中 我们看这边 这个塔还是拿掉了 那那的话 以后我们应该是选择了一个 再继续的往后拖的 一个这个打法 Burling虽然 虽然是 Burling这边 虽然是 我怎么觉得 我手头有点打击 Burling这边虽然是 把这个塔消耗到了600多 诶 这是要单上吗 有点难吧 对面有没啃的 哦 反身过来 开始在下路 做了一波 这个 博弈 大哥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对决 诶 你们怎么在中路挂机了 是坐等对面推过来吗 BTC好有钱啊 这是一个三号位吧 对你改战了 然后我们继续的给你 避其锋芒 让你前期 推起来 中路二塔 我也放 不过放中路二塔 也是因为这边有兽王啊 兽王这种英雄有个老鹰在对于这个的侦查还是能做的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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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早 这边Piece是开了没有 这个位置发现了巫医 但是毕竟是魔棒在身 当年面对水人种 carry一个魔棒的作用也是非常大 包老板已经笛子了 框一下 出来 实际上现在我们去看这个高校的一些比赛 因为最近一直都在跑各种高校 看各种高校的比赛 还是有时候能看到这种最为稳妥的当年的四宝一 只不过在宝的英雄方面 以及这个选出来的整套阵容方面 会有一些偏差 但是像当年这种很经典的四宝一战术 以及这个双大哥流的这样一个战术 都还是能够被大家在战术上更多的去认可他 虽然还是有很多队伍会喜欢 现在IG的这种多大哥流 打架作为盒的这样的一个战术 同时双大哥或者是四宝一 还是有很多队伍在用 而且效果的话也不错 打CW的话你其实有耐心 或者是你在兵线的方面处理的好的话 后到后期 跟能大哥起来之后 打多盒也不是打不过 这个就是要比较深的一个 这个对兵线的理解 一个对这个长行事的判断才行 否则的话 因为多盒的话很好打 这个打团的时候 多盒只要 多盒一般都配充点比较多 所以你其实只要一窝蜂的冲上去 然后各自的核心 把自己的这个DPS打出来 其实很容易打散对面 世界上对对面的打击也比较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传统的一个双合或者是 单合流 如何来应对这种多大哥的打架节奏 还是非常考验大家对于 有多盒这个游戏的理解 像我们之前在这个 就之前在正法 北京的这个中国正法大学 就有看到队伍拿出猴子的这样一个四宝衣 虽然这个四宝衣的话不像当年 而是纯辅助型的四宝衣 还是比较的偏这种打架 打架英雄带一个这个 猴子 效果的话也还不错 在面对对面多盒体系的时候 猴子也是 很快的就在20分钟之前 17分钟还是17分钟 哎这边 好了完果的选择先手 抖住一个先秒 好的 这次的话 火女是非常精准的是秒了 周 其实这个 火女 去秒周神的 意义还是很大的 这个只是踢到了一个剧毒 这个锤比较是浪费了 这一波让巴尼完成一次三杀 当然也是来自于 巴老板果盾的先手 这次位置特别的不好 恩威这边位置特别的不好 周神是配 哎这个还被P神给补到了 周神是和众人都是被矿住 这个古法这种英雄被矿住的话 还是蛮讨厌的 蛮讨厌的 而且关键矿住的时候 他还面对了火女的一波三连 这个就更讨厌了 毕竟再怎么应 作为 偶塔力量身上最低的英雄 这个被对面 一波三连 这火女中三连 受效 很多人在当年这个 或者是在最近那段时间 讨论辅助英雄的时候 为什么火女前段时间 或者是近代版本当中 是比Lion 这个两个挺像的英雄 会有更多的上场机会 这是因为 火女更符合现在紧凑的一个节奏 但像Lion的话 有两个技能是不打去出的 对吧 或者是你那两个技能 臭蓝咱就不提了 变阳这种技能的话 是要配合队友打出出的 火女不一样 火女中就是 要么自己 对吧 创造机会 要么的话 你就等于都有创造机会 直接 龙头里很高的 三连丢出去 伤害顺点打出来 直接减员对面 这个的话 是比较的 比较的符合这样的 现在的这种版本 只能说 所以包括像 这种巫医这种英雄 你说他对线强不强 他对线还是很强的 当年我们在这种 很欢乐的鸟房的时候 经常能够看到 像什么巫医中单 然后 直接超神 打爆对面各种中路英雄 他对线能力还是很强 但是你让他 打现在这种版本的节奏 前期人家一抱团 六级一抱团 你不是傻眼了吗 对吧 随着比赛进行了27分钟 人头比不是特别的高 7比11 但是 风格迥异的两套阵容 在打的时候 还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位置我们看 这个幻象 也是 勾引了不少的 不离叔叔 没丢技能 以后我们现在 哦 我们看这边 虚拎刀 这也算是在 比较老的版本当中 虚拎刀 小数的这种登场机会 我们来看看 管理对他的应用 就是捕了夜叉之后 直接出了一个使命刀 这个位置 还是不太敢打 消耗了几波之后 发现 两路兵线 太过塔 就是开始撤 但是你撤的时候 就一定要撤得够坚决 不然的话 你被对面留人 就特别伤了 之前在 正法的时候 就碰到过 有一场这个比赛了 就是 这位方在 这个 想要拿对面 塔的时候 想要拿对面 在高地的时候 这个天赛方的人呢 非常的不理智 是出去 找机会去打钱 或者是勾引 然后这边其实 而且他们当时 那个阵容是有小黑的 在有小黑的情况下 现在这个版本当中 小黑到了后期 都能是 纯上来有恶心人的 你说你 思议一下 还不得被别人打掉 有小黑的情况下 这个兵线会推得非常的快 所以他们其实 当时只要拖住 让对方 做一个两难的抉择 你到底是 要推我高地呢 还是要来这个 对吧 还是要来想一下 回去防守兵线 因为你拖住的话 其实两波兵线 推对面的高地非常快的 中路刚才这种局势 两边兵线 推对面高地很快的 在现在这个版本 能不能有小黑的情况下 这种的情况 其实说白了 你如果有经验 就是当年老比赛 你看的多 打的多 还是很有经验的 你就拖住我 我就不给你打 我就不给你打 然后注意走位 不要被这方抓住机会 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 正法有一支队伍了 就冲动了 他们 出去打钱 然后又出去 这个跟别人打架 而且是两个有跳刀的英雄 就是显得有点不够理智 一个PAK 一个蝙蝠要 冲出去 然后被被被别人抓 然后就就就直接就高地就被打破了 不知道这次到我们的西郊大 在这个6.76C的新版本下 这个学校的两支队伍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所谓的大招流 带来一些惊喜 因为到现在来看真正的大招 好像没有哪个队伍真正放弃 最近有看到龙骑加小黑提示 前期以我为主 龙骑加小黑加小歪 可以接其他两个人 基本提示到两个人 还有像经典的这个 拉比克加熊猫 反正 怎么说呢 新版本小黑和猴子 这两个后期是逐渐有了很多的上场机 但是其他英雄的搭配方面 说过咱们的高效地步还缺乏一些心理 其实你说实话吧 这个在多塔一当中 中国的这些职业战队不去开发 咱们的玩家想要去开发太多的这个新套路 还是比较难 而且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职业战队嘛 都打到他去了 打到他也没错 奖金高对吧 这个谁不得为自己找想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好像也是使得 所谓的中国平复差距又是拉大了 咱们意义上的这个 高富帅呢 高富帅呢 这个普通的玩家之间啊 都拉开了 这样一个差距 打法呀想法呀等等的 都不在一个层面上 你再进行到32分钟时间 双方人头一样是7比10 大战的话看来是集中在后面两波 现在我们来细数一下双方的装备吧 这边分身也是在跑出来 然后又补了不得盾 而你在33分钟打了285 补了285个刀 钱已经不少了 射王补了个祭品 这是最传统而且好操作的一个 射王的一个打法 然后巴老板这边也没有太多的更新 什么也是一样 魔女的话有一个梅肯 这边扬刀了 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我们待会能看到 幻扬节奏 巴老板这边是 啊 剧毒在这边阵亡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 你这个时候要打团了 要么是这种高地 外塔就不说了 人家马上要上高地了 你这个时候出去一个人阵亡 这个就很坑爹了 这个让你的队友非常受不了 无疑本难的这边又是 让自己的队友郁闷了一下 而且毕竟比赛拖到30分钟了 之后这个时候的装备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那对面 现在众人都是把这个 血量撑起来 把一个输出扛起来 这边缸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看上去 又是剧毒 又是剧毒 不是吧 你大招都没放出来啊 这 这个游戏太难玩了 也不能这样提拼 你虽然是要冲上去的男人 但是 虽然其他人也都比你 所以 但是你别真不吐皮啊 球员是救的救不到 直接一个蓄灵 一个锤子 火女一个技能 然后 好像 狩王还对了个技能吧 秒了 我怎么玩 好 机友 一起打钱 我怎么感觉这个钱被火女敞掉了呢 好 巴拉板也是在天的一个活力球 但其实这个发条 等级也不是特别的高啊 但是5分钟13级的一个发条 其实现在作用比较有限 这场的话 那这场的话也是 真的是基本看 巴拉板一个人用水龙刷出一片可以服务 现在已经刷了三百一十一刀了 我随着当年这个版本的一个节奏的提升 还有水龙阵容方面的一个变化 能看到 为什么 替身影魔不像当年一样 能够更多的时间去刷起来 也是因为这套阵容你看人手有一个空 在抓Piece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用 所以皮人影魔其实也不太敢去肆意的刷 这打的多了 大家对他的起心中摸透了 可能被针对了 所以 只能够稳妥起见 你看这个我说了吧 先不能挑战加甲嘴 应该说中备不是不差的 还不错 符合一个三号我应该有的中等级 但是你等级只有十一级 三十六分钟你等级只有十一级 那你本来一个女神的血量就不是特别高 在刚才你两波动中是白白的送个决定 白白送个决定 有时候这个等级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我们这边两个是四级三个是四级 这要是三个十六级的话 那直接上吧 上去就是干 这边更加十五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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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级更差一些 十八 这个蝴蝶类也打不过 一张星级也打不过 血人你看这个 星级他又可以秒人 回去的话又是可以 水星转起来 一片子打出来 已经三百节了 三百六个就了 好 下一个 应该是 嗯 冰眼 直接冰眼了 有点快 二零三十七分钟神装水人 在你面前 怎么玩 四百个刀了 已经 三百五十个 这你看怎么玩 手心转一转 三百攻击 一千七百的血 一千七八百的血 谢谢 我看他直接 带走 那这边有一个VS啊 这个VS你看这个时候战略的价值就很明显了 三尺点了一级光环 显示能帮影波弥补 蛮多的 蛮多的这个 攻击 手点啊 手点啊 手会 打对面雪人的时候 对点攻击很关键的 这看上去是盾要 要消了吗 哦 手机收这波冰了 就放个换样去就 屁股队队 你打不打 你打的话打得你累死了 拿出来 这波冰收掉了 又有了不少钱 嘖 这个节奏太舒服了 你看 P神这边 收钱还不敢出去太远 收一波你就得回来 因为这时候也没什么太多的视野能够 看到外面的情况 这边都是 一些 简单的防守眼 还空了个双倍 真开心 这个时候 在后面很聪明 本身肉身也快刷了 我这个时候就在这边站着 你来不来 你来的话我就给你打一波 我打个这么强力 把我们打正面 绝对是有很大优势 400个刀了 这比赛 我看RAP时间好像还有一段 这场的话 又是 不然你一人用500刀神装节奏吗 真是很有事啊 好 格格相望 盾已经消失了 是一个VS想抢个先手 非常老练 没有给你机会 这个 消瘦的能感觉出来了 当年 进化了之后的 肉栓一波定乾坤的 节奏 这波你说 NV再打输了 大家怎么打 你虽然高低没被破 那你本来就是个偏前期的 你看这个林肯一下 不给你机会啊 完全不给你机会 我又走了 不止一下 我又走了 又去带线了 我反正一直在刷 一直在提心机 这时候四个神装还 六个神装还差一个 对吧 你们呢 你们打不打 你打我就 转换过来 换了一下 换到的是一个 方向 总模板 直接看分身符 因为众人 赶紧撤 你一防守 那你这个塔还是没了 破不了你路 没关系 哦 直接秒吗 哦 漂亮 这边 巴尼利用装备方面的压制 直接是 一波技能秒掉了 这波打得非常的漂亮 随后再次的转换 直接拿盾 把你的这个节奏实在是完美啊 只能用Purfect来形容 太Purfect了 没有办法 那这样的话 虽然比分 这场比赛的比分很低 但是你看这个节奏 真的是看得 异常的带感 可以 所以 这个其实 我觉得吧 这个 这个 圣法大学的队伍 你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啊 特别是那支单核的队伍啊 打小黑的那支单核队伍 你看人家对于这个节奏的掌控啊 多好啊 要是你们也能打出这个节奏的话 对面肯定打你们没办法 好 我们继续做看Burning500刀 然后一波带走 对面 现在真的是一波带走对面啊 刚才 PZ直接被秒啊 这个不是我黑P神啊 我也不知道 这场最后是这个节奏 我只是单纯的 搜的时候 看到有一场Burning15杀 哎 我怎么先公布了 对了 这这这 有时候后面还有好多人 反正Burning这个 也好久没说他打得比较精彩的 这个 视频了 所以就拿出来做一下 反正想给大家 继续做一场老文爹的那个 跟国外战队的一场比赛啊 好像也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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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吧 就养了点那个队 然后 结果Rip贵了 Rip读不出来 真无语 不知道是我下的有问题啊 什么呢 这个Rip本身有问题 呃 这边的话 呃 这期更新完 周四更新啊 然后 呃 周六跟周日 我会 呃 周六 不一定有时间 因为周六的话 从新安回来 周六晚上或者是周日 可能会 呃 争取给大家更新一下 我来上周末一下给大家更新的 但是 北京那个网啊 实在是太淡疼了 我连开个网页都开不开 所以没办法 我没办法给大家更新 我找Rip找了 将近四多分钟吧 那个网页刷新的速度 实在是把我刷不错 呃 现在的话 不过我在正把的时候 也是碰到一个 算是我的视频的重视观众啊 一个正把的同学 呃 也是跑来跟我合照 然后签名 然后说 你是个你要继续更新啊 所以我们现在 嗯 平时想看比赛的时候 你只能看你的了 因为其他人都不做了 于是啊 我说 我也是 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啊 自己打得太差了 我也没办法 没脸做第一视角呀 我只能做做比赛啊 这些的 给大家要保持一下更新 对吧 然后他说 不管怎么样 你还得做吧 我说行 我会做的 但是我找一场 呃 有时候做一场这个 Rip我找要找两个小时 他说 啊 这么久 我说是 不要以为这个真的很简单 找一场 真的要花很久时间 我们看这波 没能够留住 水人反应手 直接秒掉了 这个 那这样的话 你确定要打吗 对面手上有盾的呀 直接大招是贴神咬死了 水人 但是你其他人 现在有点刚无数 水人复活 据手的DP非常的高 DPS非常的高 而且这边 已经是直接站不住了 水人这边 直接抓得非常的准 直接GADLINE 这个 复活之后 先是点死了 PS 随后的话 又是看到周神在 抽血 所以就选择 复活过来 这边的话 买 买活 但是中路面对 这样的一个雪人 怎么玩 PS这边也是拼尽全力了 想要杀一个火女 但是都杀不到 随一下 这边 周 火灵已经超成了 杀完P层这一次已经超成了 也是随机买活 直接换飞吧 买飞啊 这不是换飞啊 直接买飞 买飞继续刷 这 好不过 这波 随着复活出来 也差不多 上下两路 随着一路可以推了 多少刀了 500了吗 458 果然是座炭 不然你500刀 然后 神装 雪人 超神 呦 这个 你们还想杀 雪人 这个太难了 我觉得 这你得多少输出 才能杀掉水人 虽然好像这波打下去 伤害也挺高的 那雪人 毕竟林肯在手啊 估计下来速度还挺快的 再加个灵堪 跑到思问 雪人继续上路刷 然后你还得分一个人 带中路线 是吧 下路队友压一压 我一个人上路压一压 三五七的射王 还强齐了 那这样的话 直接是 呃 大幅的抵掉了 对面野魔家 Vest的双肩甲 然后就把他们关在了 蛇棒阵后 好 接着来了 上路 勾引你 兵线带上来 本人防守 这个并没有选择 这个并没有选择下路上去 推一推吗 走到中路了 幻阳 小秒这边的射王 应该是成功了 但是雪人过来 水平刀之后 走开 躲掉了射魔的BKB 这个 有点蛮大发来 虽然我知道你们后续的输出也挺高 好的 爸老板一个关 爸老板这边 能不能刚得住 买活飞鞋 直接过来 这就没办 人家钱多呀 要不帅呀 这就是 我买了一个切膏 然后我过来 拿切膏打你脸 打完之后我又买了一个切膏 这你怎么办 这人是杀个新奇 不管三七二十一 这一跳完 确实玩不过呀 嘖 那这个属性人 十五杀 铁斯打出了机器 在这样一场 达对GT 面对一哄 即将 问鼎十关王的比赛当中 还是 被BURING这样一个无解的水人 给刷出了一天天 我们来看一下 正好不摆刀 这个太巧了吧 24-14人头 一个人拿了15个 真的是BURING的个人秀 BURING教你玩水人 15杀二死 完成超神 37分钟 即来到 这个 即已经放不出4个神装 最后放500刀 所以说你说 这个4-1的体系 有一个好C的情况下 真的 不需多和我 双口是更多和的 好的 那这一期的比赛的话 就到这边 给大家做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一期的话 关注梅西周末的一个更新吧 大家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也是依旧可以留言 跟我进行交流 包括打出1024表现的支持 那回头的话 梅西也是会继续的给大家想办法弄一些 因为这个 制伙码 或者是其他的福利 只不过现在因为 自己出差比较忙 可能没办法给大家去弄了 回头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福利给到大家的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言 继续的支持梅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